第21章 主騎爐進耶路撒冷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, 到了百發期在橄欖山那裡,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, 對他們說:「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, 必看見一匹爐山在那裡, 還有奴區同在一處, 你們解開軒道我這裡來, 若有人對你們說什麼, 你們就說:「主要用他, 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, 這是成就,是要應驗先知的話。」 說:「要對石安的居民。」說:「 看啊,你的王來到你這裡, 是溫柔的,又騎著爐, 就是騎著爐驅子。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, 牽了爐和爐驅來,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。 耶穌就騎上,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, 還有人撼下樹枝來鋪在路上, 前行後徐的眾人喊著雪。 和薩娜歸於大衣的子孫, 奉主命來的, 是應當清重的, 高高在上和薩娜。 耶穌既盡了耶路撒冷, 合成都驚動了, 說:「這是水。」 眾人說:「這是加利利拿薩勒的先知耶穌。」 結正聖殿。 耶穌盡了上帝的殿, 趕出殿裡一切作買賣的人, 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, 和賣夾子之人的凳子。 對他們說, 經上記著說, 我的殿必稱為討告的殿, 你們賭使他成為賊窩了。 在殿裡有核子、 徐子, 到耶穌跟前, 他就治好了他們。 祭司長和民事, 看見耶穌所行的歧視, 又見小孩子在殿裡喊著雪。 和薩娜歸於大衣的子孫, 就甚怒怒, 對他說, 這些人所說的, 你聽見了嗎? 耶穌說, 是的, 經上說,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, 完全了讚美的話, 你們沒有念過嗎? 。 於是離開他們, 出城到百大尼去, 在那裡住宿。 無花果樹被奏著。 早晨回城的時候, 他餓了, 看見路旁有一伙無花果樹, 就走到根前, 在樹上找不著什麼, 不過有葉子, 就對樹說, 從今以後, 你永不結果子。 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。 門徒看見了, 便稀奇說, 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? 耶穌回答說, 我實在告訴你們, 你們若有信心, 不疑惑, 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, 就是對這座山說。 你挪開此地, 投在海裡, 也必成就。 你們討告, 無論求什麼, 只要信, 就必得著。 辯駁耶穌的權兵。 耶穌盡了電, 正教訓人的時候, 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, 你像著什麼權兵作這些事? 給你這權兵的是誰呢? 耶穌回答說, 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, 你們若告訴我, 我就告訴你們, 我像著什麼權兵作這些事? 我們若看的洗禮是從哪裏來的, 是從天上來的, 是從人間來的呢? 他們彼此相義說,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, 他必對我們說, 這樣,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? 若說從人間來, 我們又怕百姓, 因為他們都以若看為先知。 於是, 回答耶穌說, 我們不知道。 耶穌說, 我也不告訴你們, 我像著什麼權兵作這些事? 兩個兒子的比喻。 又說,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, 他來對大兒子說, 我兒, 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作供。 他回答說, 我不去, 以後自己奧悔就去了。 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。 他回答說, 父啊, 我去, 他卻不去。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, 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? 他們說, 大兒子。 耶穌說, 我實在告訴你們, 碎利和昌忌, 賭給你們先進上帝的國。 因為約翰遵著移路到你們這里來, 你們卻不信他。 碎利和昌忌賭信他。 你們看見了, 後來還事不奧悔去信他。 凶惡懸惑的比喻。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。 有個家主, 栽了一個葡萄園, 周圍圈上尼巴。 裡面畫了一個押酒池。 蓋了一座樓, 租給圓戶。 就往外國去了。 收果子的時候近了。 就打發伯仁。 到圓戶那裡去收果子。 圓戶拿著伯仁。 打了一個, 殺了一個。 用石頭打死一個。 主人又打發別的伯仁去。 比先前更多。 圓戶還是照樣待他們。 後來, 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裡去。 二師說, 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。 不料。 圓戶看見他兒子, 就彼此說。 這是承受產業的。 來吧。 我們殺他。 佔他的產業。 他們就拿著他。 推出葡萄園外。 殺了。 原主來的時候。 要怎樣處置這些緣戶呢? 他們說。 要下獨手隨滅那些惡人。 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緣戶。 耶穌說。 經上寫著。 將人所棄的石頭。 以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 這是主所作的。 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。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? 所以, 我告訴你們。 上帝的國, 必從你們奪去。 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。 誰吊在這石頭上。 必要跌碎。 這石頭吊在誰的身上。 就要把誰紮得欺爛。 祭司長和法利塞人。 聽見他的比喻。 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。 他們想要捉拿他。 只是怕眾人。 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。 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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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。